看一下就是日期时间里面的重点 比如第一个 日期时间最常遇到就是说 当然它预设的预设里面的格式 因为这个当然是美国人他们设计出来的 所以它标准一定是西元年 而且它通常是先年再月再日 中间加一个斜线 它输入的话最好就用这种标准格式 可是问题呢 我们平常运用的话 会有一些我们不一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里面输入的 改成这种格式 这种格式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我希望把那个原来的斜线改成点 然后呢西元年改成民国年 并且呢能够各位数字补零 OK就两码就对了 OK然后呢最后呢 请你帮我加上周几 加在后面盖在瓜糊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格式部分 所以以后像这种格式问题 假设它没有提供给你你要的那个格式 可是你要怎么把它变出来 当然它预设里面是有那个中华民国力 也是可以 但没有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像周几这个都没有 各位数字补零这个也没有 那怎么办 所以你有必要怎么学会 就是如果那个格式不存在 你要自己把它制定出来 这个这个部分要要学会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 那个用的版本记得 因为之前有同学 就是他的电脑里面 他说老师为什么电脑里面 没有中华民国力这东西 我问他 他就他说 你的版本是不是什么 他说他的版本是英文版 英文版那一定没有吧 OK 所以特别是只有 只有繁体中文版 才会有中华民国力这东西 其他的版本都不会有 哪怕是香港的繁体中文版也不会有 所以你用的版本 如果你是外商公司 他提供给你的版本 不是那个台湾繁体中文版的话 那就会不一样 OK 所以待会我们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 我们先切到today好了 比如说今天要查出今天日期的话 那当然很简单的方法 插入函数里面 那我第一个找到日期时间 第二个的话找到today就OK了 today踢开头 那他不需要任何引数 因为他自动帮你抓到 你现在这一台电脑的那个年月日 而且中间加斜线 OK 不过如果那个系统时间 如果这一台电脑不准的话 那当然抓过来的也不会准确 比如像有很多都是抓那个很旧的日期 那可能一般性 如果你抓到日期是旧日期的话 通常是那个电脑的那个里面有一颗 那个水银电池 他没有电 他没有续电能力的话 他就没办法帮你记录那个你现在的电脑的时间 所以很容易就出错 我换一颗那个水银电池就好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 底下还有另外一个 你会发现 在插入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no today的话呢 是抓到今天日期 no的话呢 按确定 你会发现也是一模一样 不过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哦 最大的差别按右键选取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到 储存个格式哦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加上日期就好了 比如说呢 两者差异啦 但日期看不出来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加上时间好了 时间里面我抓一个年月日跟十分秒 你会发现哦 在那个 你就会看到哦 now的话 它会有时间 但是today的话呢 它只会到凌晨的12点 它时间就不会有了 OK 所以两者差别在这里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哦 如果我刚刚按右键出的格式 如果我把它改成什么呢 把它改成通用格式的话 通用格式哦 你会发现哦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变成数字 OK 不知道应该各位 有没有遇过类似像这种情况 奇怪为什么我计算完之后 它突然日期变成一个数字 不过其实哦 跟各位讲哦 在那个isir里面哦 日期本来就是一个数字 它的内部哦 原来的状态就是一个数字啊 可是你会发现哦 today的话呢 是一个整数 但是now的话呢 是有小数点 那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跟各位讲哦 它这个背后哦 特别是有储存在isir里面内部哦 日期哦 实际上就是有 可是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其实 根据官方说法 这个数字是 跟某一年相比较之下 哪一个日期呢 1900年 斜线1月1号 这一天呢 它当成日期的第一天 也就是说呢 这个日期就是今天呢 跟1900月1号相差 43,633天的意思哦 所以如果你输入1900年按右键 你输出格式的话 你也把它改成通用哦 你会发现它会变多少 一 你如果输入的是什么 1900年1月2号的话 它就是二吧 意思类推 所以一直越来越多 不过你想说 之后如果日期越来越增加 会爆掉 各位不用担心 你看已经过了多少年了 1900年到现在2019 这么多年才4万多嘛 那你在经过在100年 顶多也是几万天吧 对不对哦 那你如果再经过 不过如果经过1万年 那已经不是我们需要 去 因为没有意义了啦 太太久远了 所以其实也是足够的 OK哦 那接下来的话呢 所以第一个问题哦 请各位注意哦 刚刚为什么要特别提 today跟now 主要原因是 它差别就是 一个是 只有日期 一个是有 那个时间 但是你想说 时间为什么是小数点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时间呢 它 就是小数点 也就是说呢 一天24小时 所以24小时 24分之一 就刚好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一天来算的话 零 然后 如果是 24分之三 我们用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刚好能够整除零点 一二五 有没有 就是24除以三 刚好零点一五 那如果说呢 我现在把这个零 一直往下拉 刚好要不要等差 那刚好呢 24小时 刚好就一啦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 把这个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成什么呢 格式化成 时间的话 那时间我用这个好 预设 用这个好 AMPM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零 刚刚好 就是AM的12点 三个小时之后的话呢 就是AM的 三点 有没有 A12对 刚好24小时之后 又多一了 所以24小时就一嘛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以后 如果后面加上多出来的小数点 其实就是时间啦 那只要他24小时 刚好就一 一的话就禁位 刚好一天嘛 所以里面特别说 他背后是这样运作的哦 那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那你想说一个数次 跟一个数次后面有个小数点 可是问题 这个整数里面 记录了十分 年月日三个东西 底下这个东西 除了十分秒 年月日还有十分秒 很麻烦 所以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要如何把这一个资料 分成三个资料来处理 这是最大的麻烦 OK 所以待会我们要来看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Today跟Now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做一件事 我们把它格式化成 综合练习后面这个 民国年 如果我今天呢 我要把它格式化成 我后面看到的这一个 民国年 加点 然后小数 就是各位数字古灵的话 按右键出生格 那我当然我把它再改回来 所以改回来就是什么 日期 那里面的话呢 预设是西历 我把它改为中华民国历 OK 那你会发现里面 有没有我们刚刚要的吗 好像没有 不过有比较接近的 年 西月 民国年 可是斜线 可是我不要斜线 我要点 那各位数字古灵 怎么办 没问题我给他改 所以特别是 我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这一个 好了 但是不一样怎么办 特别注意 如果说 你将来有一个格式 比较接近 但是不一样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请你找到制定 制定是做什么 你自己再改一下就好 所以如果里面 他没有给你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格式的话 那一般的习惯是 你找一个接近的来改 就可以了 那怎么改 我跟各位讲一下 特别注意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人只会用内建的 但如果没有 你就没辙了 那其实是可以改出来的 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改 OK 怎么改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一 先找一个接近的 所以我要把 综合练习的格式拿来 这边套在这里 第一件事情找接近的 中华民国力 第二个的话 请你点一下制定 OK 那接下来的话 请你改几个地方 其实用猜的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改哪里 斜线先把它改成点 这样 斜线改成点 好 上面出来 然后第二个的话 各位数字补零 那各位数字怎么补零 很简单 M的话 你就打个什么 MM就可以了 D的话就打DD 这个在很多资料库的处理里面 也是一模一样的 好像HS也是一样 资料库很多地方也都这样 两码就是MMDD OK 然后再来的话 后面还有差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周期 所以先加个刮弧 但是如果里面你要周期 你不可能说自己打吧 周一每个都周一 那不可能 所以记得 你就打个什么 A A 三个A的话是星期期 不是周期 那如果你要星期期的话 再加一个A就可以了 有没有 两个 三个是周期 四个的话是星期期 OK 好 那按确定之后 会不会是我们要的 出来了 有没有 OK 但是你想说 可是刚刚today是年月日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再把now后面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时间出来的话 那怎么办 你很简单 按右键出这个格式 你就怎么样 再制定一下 那可是制定的话 你可以把时间的这个拿来改 比如说我希望把这个好了 不要太复杂 这个改到那边去的 我先看一下制定 它里面原来长这样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复制贴到那边去 其实中瓜糊后面 到分号前面这一段 我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再把它拿到这边的后面 所以我这边的话可以 在这个瓜糊的后面 共一格 贴上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刚刚没有出现的东西 有没有出现 有出现了 有没有 所以其实有些格式 如果没有 你可以用什么 制定的 应该可以懂我的逻辑 另外的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你知道 三个A就周级 四个A就新一级 其实很简单 按右键出现的格式 其实我是怎么样 先在日期里面看到 底下这边 日期 先切到西里 有一个什么 周级 那一样我就制定一下 我就看到原来它三个A 那我就把这三个A 拿到那边去用就好了 所以其实格式有的时候你可以拼装的 应该懂我的意思 这个没有 没关系 我就看我缺什么 然后我去别的地方再把它错过来就好了 应该这样可以理解 这还蛮重要的 很多地方可以这样把它变出来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就变不变不出来 你就没有那个格式怎么办 你就很头痛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地方 所以待会的话 这个是Today跟Now 然后把它格式化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就是把它格式化成 民国年加上把斜线改成点 那两位就是 各位数字就自动补成两位就对了 01,02这样子 那Now的话呢 就是再补一个后面 再补一个时间 其实都可以用制定的 OK 试一下 OK